土石不断从山坡高处往下掉 而且镜头就在前方不远处 看起来非常的危险 但这已经是这场山崩的后续 看看现场周围 地面早就被大量的大石块和土块覆盖 大批民众急着用铲子赶紧挖掘 因为这起发生在太平洋岛国 巴布亚 纽津内亚 北部偏眼村庄的山体滑坡 是发生在凌晨 多数人都还在熟睡的时候 结果至少上百人直接被掩埋 家属蹲坐地上哭声此起彼落 他们的家人在睡梦中遭埋 有些至今还生死未捕 而山崩地点是发生在距离首都 莫斯比杠 大约600公里的恩加省 卡欧卡拉姆村 好几十栋房子遭到疑评 目前省府已经派遣紧急小组 总理马拉佩也发出声明表示 他们现在正在紧急应对这场灾难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